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地一向,就有人成圣了 竟然能引动这么大范围的祥瑞瓷器 这气息是业余 我就知道叶大哥是最厉害的 小心 阿瓜技 休想逃走 却让他跑了 可恶 那是一届圣人 你不是他的对手 他从灵山构建的传颂阵 逃去东圣神州了 言语不是刚成圣吗 那就让他去收尾吧 造化剧 突破到圣人后 造化天书竟然显现出了圣境的修行法 圣境九节 原来凝聚出圣元丹 只是第一步 还需感悟本源道印 演化大道术法 度过所有天节 才算圣境圆满 我会催动这张地象图 促缩部分力量 这是对抗异界的一个强大手段 但只能支撑你施展一次 禁制不除 剑墓世界的机缘有限 这张图 永远无法彻底复苏 所以 我以后需要去其他世界寻找机缘 师父 这把剑 用起来不错吧 老头子 你知道这把剑的来历 叶宇 你记好了 生存 从来都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选择求生 意味着 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五周大节 你师父却一直留在问清风 太可疑了 你也不趁着这个机会好好问一下 你看得像是会乖乖老实回答的人吧 小爷总不能严行拷问自己的师父吧 你倒是想 你也打不过呀 一切的人 好性感的小美人 可惜 我更爱你手里那把剑 没办法联香西域了 要怪就怪你的童俗 修建的这个传颂阵嘛 你就没想过 他们为什么会放任你来这儿吗 刚达到圣人境的修行者 你是叶宇 那他 就是诸仙剑阵的剑士之一吧 你们的消息互通很快嘛 看来这几次 都是在试探我们的实力 不过 试探到了 你们也无可奈何吧 你也不必须张声势 现在你可成不了诸仙剑阵 况且你刚入圣境 杀你一如凡掌 涅槃之皇 前面都是试探 那一届真正的攻阀 还没开始 轻衣 把马车留着 我们得加速了 我的心身体恢复了 还达到了虚胜巅峰 元和长老 谢谢您 这是宁元丹 可以巩固圣元根基 我知道 你受了许多委屈 但你依旧在刻苦修行 配得上 当初十大人节的名号 元和长老 对不起 都过去了 虽然你和诗小姐的 姻缘已尽 但对你并不是坏事 现在 业余是五周合作的领军人 你如果与他和解 也能在战场 发挥你的最大实力 总有一天 你会获得属于自己的名义 对不起 嗨 你这孩子怎么还道歉 你 你 轩 轩 轩何者 干得不错 不愧是我挑中的盟友 年轻人 下手可真狠啊 拥有星辰体的修行者 确实是我们需要的人才 既然 苍结圣武王 是否告知过你这次的任务 斩杀叶宇 破坏剑墓神术 另外 守王请莫大人 务必找到施家小姐 和新盟友 一起带回无极世界 你们要跟记忆做什么 顾星辰 别天真了 你已经做出选择 回不了头了 少爷 您怎么了 一届下一个目标 是东升神州 我们必须马上回去 少爷 传宋阵完成 辛苦你了 孟儿 董浩 好久不见 帝尊 终于又见面了 姑娘就算了 两个大男人还露露抱抱 本帝尊一视同仁 太子殿下 要不也来抱一个 抱个屁 本太子没这癖好 除了朱仙剑主 都是半圣以下的修为 建王朝 也不够如此嘛 那就拔剑上去 河灯切磋呀 看你能穿过几轮 元赫和吴匪前辈 怎么都没到 看来是老夫来迟了 莫怪莫怪 元赫前辈 怎么没走传宋阵 顾星辰还是没来 那孩子格局太小 我也劝不动他 不来正好 我还怕得在背后捅刀子 异界最近频繁攻击各州 我们必须提前在两处禁忌之地 剑须和风铃湖周围 部署站立 异界明知道降临禁忌之地 会被大幅削弱实力 却依旧没有改变策略 他们难道是在找什么 剑目世界的气运核心 剑目神术 您没有引导业余已轮回入道 打断了计划 那个人会生气的 摸着石头过河 谁敢说自己绝对正确 我相信我徒弟的选择 既然如此 师父就放心交给他好了 你也该离开这里了 现在摇池先后他们 都在外州备战和收尾 业余刚巧也是一切的目标 我们中计了 没关系 就算圣人不在 满族也会拼命保护少爷大人 只要梦儿活着 就永远守护在少爷身边 你们也别太紧张 现在都是猜测 也许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你的猜想都是正确的 我刚才感觉到 一剑马上降临 我们没有时间了 闯剑墓世界者 死 业余把最信任的人都派到风铃湖来了 也不怕他自己那边出岔子 在风铃湖 只能凭借自身灵力和灵相战斗 他当然会担心 毕竟姚池只有您一位前辈在此 谁说只有我一个人的 是两个人 无非前辈也是圣人 原来他一直在压制自己的境界 原始圣地 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 三明升王降临 这次是要发动总攻了 你就是剑墓神术吧 成熟大道祖处的天才 终于突破了桎梏 回到这里承担你的因果 剑墓的大兄都在攻击异界通道 你有什么手段别藏着 也赶紧驶出来吧 这哪里是我的手段 不过 老夫确实等着一场决战 已经很久了 很 这才是针灸的剑墓神术 仅仅站在这里 就能感受到纯粹的天道气息 难道剑墓神术能直接毁坏天宫之门 剑墓神术有禁忌的阻卖根基 直接隔空斩杀圣王都不奇怪吧 什么 只怕圣王的出现都只是障眼法 要辛苦你们陪我站在死亡的最前线战斗了 在那战斗都是一样的 不如和信任之人并肩作战 就算死也是死得其所 原来你早就怀疑我了 果然是一届的人 没有夺赦丹 你是怎么夺赦缘和前辈的 谁说夺赦一定要靠丹药了 一群自我封闭千百年的可怜虫 你们注定无法带领这个修行界繁荣 还不如成为我无极世界的养料 恐怕你自己要先成为养料 你们也太小看我了吧 糟了 还要放心肉身逃跑 灭盘之王 不好 是上王的命令 叶鱼 我在无极世界等着看你们惨犯收场 大一郎 前辈 我没事 可恶 他的神魂竟然还能离开这具身体逃走 是怎么做到的 年轻人 你尽力了 现在可不是自责的时候 不管你们是万语星河中的哪一剑 今天若是你们敢降临在我剑虚之上 我定叫你们有来无回 一起上 剑虎之王 火 准解释 准解释 准解释明一家世 先全力火丢一个天门 有剑薛甲齿 这一剑真不得了 还算有资格跟我一战 莫非烟 叶宇是我的对手 少跟我抢 你陪小鸭就玩去了 小队我指手画脚 你是当我们不存在吗 好中心的剑士 休想把这事赢了 不会是诸仙剑主 竟然能独自主持剑阵 可没有圣人的灵力加持 你们几个半生 不过是堂毕当车 在剑须地巷中 还敢如此自信吗 不如先破了我们的剑阵再说吧 那不像 七尊先跟你们玩玩 你手里连剑都没有 可没有臭我欺负你 要你回来 还不陪我用剑 这张地下图 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灵力 灵神功夫 你真以为我会赤手空拳跟你打呀 别打如意算盘了 双华圣王都没有动用法相 看来你比他还差紧 烈石转 三杖 杀默 天红 合卡 怎么连个圣人竞都打不过 乃的正好 已经宰了他 正好 我也使劲 送我们一起上路 这 这是大盗之力 建物世界的人 怎么会掌握这种力量 带着你们的疑问 入轮回吧 万象诀 少爷 没事吧 两个伤亡都死了 逆节通道怎么还没关闭 终于来了 耳等蝼蚁 升级是罪 消失在混沌之中吧 该消失的是你 少爷 我来帮你 拯救世界 可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出仙见阵 出仙见阵 真是久没了 不过 你们根本发挥不出 真正的力量 叶宇 先后小心 是巫护主 你找死 先后这一机 怕是已由圣人净巅峰的实力了 先后现在可是名副其实的五周第一人了呀 叶宇 遇到危险了吗 想不到 今日能遇到剑王朝的后人 真是有据 不过可惜 剑王朝再不烦 也免不了被天道淹灭 剑王朝能与你所谓的天道对抗 你有什么资格评判他们 五地存在天道 我是无极世界的名帝 我即使天道 剑王朝能与你所谓的天道 祝我收割此地 其实摇石先后也是火种之人 禁止之下他永远压你一头 但剑母世界消失 他就只是个孤魂火种 你却能在无极世界族上强者巅峰 这难道不好吗 是你大爷的巅峰 感动血缘节 就算是天道 我也能跟他拼命 凝帝小二 我本来谢时来跟小夜谈判 古地自诩修为通天 却只敢投影来此物 看来你就是个懦夫 我的灵力被封锁了 连造化绝都难以施展 这是我的天地 自然一切由我掌控 没有剑须加石 无法动用神缘秘术 你只是个废人罢了 明帝居然是个 还没我腿高的小破孩 难怪不敢露面 极区圣人也敢冒犯古地自 你本可以活在另一个更完美的世界 可现在 你只会和这些蝼蚁一起 归于混沌 不可在这之前 古地华身 好强的威亚 主人 丁坤 娘 我需要些纯粹的火种气息 这些都是垃圾的 独自量力 造化天书 是我的了 这小子 居然能抵挡住我的威亚 你探寻我拥有的这么多法宝 却没发现我的最强底牌吗 诸仙剑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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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传说中的禁忌之宝 是吗 是他才能催动 明帝 你是在害怕吗 诸仙剑阵图 说来我应该感谢你 让我此刻才明白 诸仙剑阵图 现世的真正意义 可笑 一把无法出鞘的剑阵 有能耐我何何 怎么可能 这把剑难道是 一剑开阴 一剑正道 居然 真的是你 建王朝的帝尊 若是千年前 连直面本尊的资格都没有 今天 本尊以此剑 重现那日战区 你该感到荣幸 原来你们当初身影倒霄 就是为了引发密境 保护建王朝的后人 可你是被禁忌所杀 你早该湮灭在混沌中 怎么会 混沌不过是另一种永生 本尊即是从混沌中归来 赐你也 不 是你们违背了千道 我独帝才应该永生 修罗建帝 一剑开阴 一剑正道 一剑的通道消失了 难道是 主人 主人 少爷 燕羽 主人 你居然打赢了古地 这简直是奇迹啊 我可是建王朝的帝尊 当然早有准备了 我就知道 少爷一定会赢的 燕羽 你真的太厉害了 是你守护了我们这个世界 不是靠前任帝尊的力量吗 怎么全身你的功劳了 无论如何 能与帝尊并肩作战一次 此生无憾了 哎 帝尊 嗯 那建王朝 是不是该有个正式的 重现仪式之类的 既然如此 那 不开 益羽 帝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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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 啊 雷 吶 啊 啊 出时机 不然 这是天发之门 我们是没办法打破的 可恶 好强鬼啊 明天 明天 这是怎么回事 叶云 雪姐 这是怎么回事 古地陨落 天道神法 这是明帝引来的天地之力 会对征法内境界最高的人 实事天长 阵内境界最高的 不就是一羽吧 不好 主人 快让我再问 你干什么 你这个小家伙 哪里扛得住古地之力 和天道争了一辈子 是好是坏 这结果都有小爷一个人担着 本来我也不属于这里 不要 帝尊 胜脸 别错 解放 雪岩姐 先后是现在境界最高的人 他是要替叶玉挡下天罚吗 薛妍姐 停下 薛妍姐 薛妍姐 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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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了 你不是一个人 薛妍姐 你不是一个人吗 薛妍姐 薛妍姐 你不是一个人吗 我在这里 许颜 许颜 你 信后 圣子殿下 至尊 圣子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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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 你们看 这是圣子殿下的圣镜天节 业余渡过此节 反倒突破为圣人镜中期 业余游 业余 业余 你已经 喂 你们是不是忘记什么了 你怎么那么明眼离这儿 主人 你不是有翅膀吗 也不遮一下 光天化日的 羞羞脸 危险才刚刚过去 你怎么就 做这种不正经的事情 而且还当着这么多人 这不气氛刚好到这儿了吗 而且 许颜姐 我觉得大家都期待这一幕很久了 好 啊 业余 感谢你守护了贱穆世界 那么是否要趁现在将谷传送阵封印 你知道的 我一直都支持你做的所有决定 我们已经和异界不止战斗过一次 不得不说他们很强大 如果没有前辈留下的底蕴手段 我们根本没资格说胜利 但是这不该成为我们退缩的借口 弱小从来都不是源于我们自身 而是我们的选择 剑墓世界是六位禁忌所化 本就是在希望和奇迹中诞生的世界 是时候让修行界重新认识我们了 不错 境界有强弱之分 修行之道却永无尽头啊 躲避永远不能解决问题 有挑战也更有趣一点 是帝尊 爹 你快出来看啊 我们离开秘境了 真的吗 他成功了 夜宇 你果然没让我们失望 我越来越期待你接下来的选择了 练了这么久 你累不累啊 雪岩姐这么一说 我还真是觉得有点累了 不行了 头晕 师尊 无非前辈 这么早就来定 不 来看我们两个呀 剑墓世界的禁忌解除 五周灵气大胜 我准备带锁魂剑寻一处洞天福地 温养剑内蓬菲师兄的神魂 这段时间 瑶池就交给你们了 没问题 无非前辈 我和雪岩姐一定会帮您守好这里的 一听说我要走 你小子很开心嘛 给我收莲点 这是瑶池 不是你谈情说爱的地方 我 阿飞 你不是说今天要带我去出温泉吗 咱们该出发了吧 好呀好呀 我们也就泡温泉了 古世家这么多天没有消息传出 元赫长老之前被夺赦 古世家里一定有内尾 你就安心为我掌控吧 没想到 古世家被无极世界的人渗透了这么多 叶羽来得正好 给我上 我 我 我施卓源 就算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不愧是施家家主 能扛到现在 去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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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相救 你是 师前辈 我是叶羽 叶羽 静怡长提醒你 他还困在密室 我们快去救他 世前辈 你没事吧 你 你怎么会发现 以施家主的境界 怎么会轻易被一个长老击败 你想演戏 起码要找个实力相当的配角吧 哼 你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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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衣 你想要知道石锦衣如何 锦衣在哪儿 你要是打死我 就永远不可能知道 不说就死 锦衣 你打的可是施卓元 可疼的是你 我根本不是这家伙的对手 锦衣 这次算你人了 下次的话 哼 啊 啊 我的神魂 没法离开这只身体 被神爷的力量困住了 你是什么时候 哼 草就料到你会逃 啊 是那个时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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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气息变了 叶鱼 啊 啊 师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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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你的攻击让他身分减弱 我暂时恢复神智 你 要保护好锦衣 不能让他被一几人带走 他在 先足迷失 前辈放心 我一定会保护静衣 啊 啊 啊 这老东西怎么恢复神智了 啊 把我的圣人丹交给静衣 啊 师前辈 老夫决不过他人傀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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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星辰 你什么时候跟无极世界的人 构结在一起了 拦住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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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衣留下 太晚了 介瑜 你来得太晚了 哼 介瑜 啊 介瑜 想找静衣 来无极世界 可恶 就差这么一点 哈 哈 叶 哈 哈 沐心风 师父 我大献将至 有些事也该告诉你了 你和画美人 池不胖 甜梦 都是火种 是对抗无极世界的有生力量 火种 什么火种啊 师父 带古灵去乌蛮玉 用圣关复活难絮 他也是火种之一 你要找其所有火种才能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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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蛮玉 难絮 主人 你怎么确定这里有通往乌蛮玉的传送阵啊 当初曹飞宇 以预言之子的身份 让我成为这里的蛮神 这一定都在他的计划内 为了给我留下什么 啊 这个法阵的撞客 确实与那些异界的传送阵相似呢 大化觉 这倒狠狠熟悉 文山和世锦图试试 是 是 真的 啊 通往西之间的大门 想想还真是有些刺激呢 咱们快进去吧 急什么 我还没和雪原说一声 兄弟 便宜点 我出价三百颗生岩石 法宝在这可是稀罕我 你这也太 奶奶的 不识好歹 现在我只出一百颗生岩石 路过的都来看看啊 乌蛮一族的贱民 当奴仆最佳选择 这位兄弟 黄泉谷要开启了 挑一个当路上的替死鬼也不错呀 你倒路了 这臭小子 圣人竟了不起啊 也只配在这种鬼地方剪破烂 看什么看 这老子跑后低下去 我刚研究出的碎星丸 效果不错吧 不错 正适合这种人杖 雨昕姐姐 这次可是圣品捉眼单 我炼制了半个月 我的房间还留着呢吧 嗯 我跟公子没那么熟 公子还是叫我摘主吧 那看来为了能叫你的名字 我得和你多做几回交易了 你 这回贱墓世界可没人敢惦记了 那个叶宇连古地都能杀 到底是什么妖孽啊 听说叶宇是建王朝禁忌的传人呢 一见开天日月无光 一个靠传承打架的矛头小子 有什么可摧的 萧家的萧牧尘 可比他厉害多了 三年前 在黄泉谷以一队多 拿下神渊榜第六的光明神渊 我知道他 他是无极世界的修行天才吗 你们认识萧牧尘 来过乌蛮玉的都听说过萧牧尘的大名吧 怎么 小姑娘对他感兴趣 我跟萧兄可熟了 要不我带你见他一面 真的 这里面是圣元路 有个无垢本的功效 这位大哥若是能带我见他 这就是你的了 圣元路 这可是百年才能凝练出一滴的神叶啊 据说 成年服用圣元路的修行者 同境界都能比寻常人的灵力强大数倍 这姑娘是真傻还是装傻 钱财不外露的道理都不懂啊 这位大哥 可以吗 当然可以 不过除了圣元路 我还想让姑娘碰我 啊 哪来的臭小子 别着急上火 我只是刚才听你们说起什么萧牧尘 也十分仰慕 不如你带我和这位姑娘一起见一见他老人家 你 你算什么东西 萧兄启事人人都能见的 这位萧公子难不成有性别歧视 见女不见男 还是 你刚才根本就是在放屁 你小子 故意找茬是吧 刚入圣元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能耐 你 你放开我 不然 你一定会后悔的 啊 啊 兄弟 不用下这么狠的手吧 大家就是跟小姑娘开个玩笑啊 哦 我也只是 为这位大哥松松筋骨而已嘛 只是没想到他这么脆弱 你 你敢在这跟我动手 你知不知道我背后是谁 我管你背后是谁 你该庆幸是我出手 否则要是那位 你可没机会接上这只胳膊了 哼 哼 哼 雨摘主 刚才是误会啊 哼之斋不欢迎你这种猥琐浪荡的宿背 滚出去 哼 哼 你是刚来吴蛮狱的修行者 哦 是啊 你的身手不错嘛 刚才谢谢你 你一个人 那你要小心了 这里都是为了夺取资源而来的各世界的修行者 没几个好人 谁说的 你不就是个好人吗 这剩原了我就当谢礼了 我叫柳沁 你呢 我叫叶 姓叶 叶好帅 我叫叶好帅 也是啊 叶语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 不是找死吗 原来他不是 叶 叶好帅 这名字取得也太随便了 听着像假的呀 这位兄弟也姓爷 不会就是剑部世界的业语吧 开什么玩笑 我 我怎么会是那位英俊潇洒 风流倜傥 风女万千少女的业语呢 这么了解他 说不定就是本人呢 不会这么巧吧 诸位不必惊慌 我刚好获得一副叶语的画像 好好看看 什么东西 都会是假的吧 真相如何 一看便知 主人 打架还是跑路 选一个吧 嗯 你骗人 你看看 这男人一副脚散了 叶语长得也不怎样嘛 就这还风靡万千少女啊 跟这位兄台确实不像 我刚才是说的夸张了点 其实 你那画像是假的吧 业语可是剑王朝帝尊 怎么会用扇子 这是我租茂死 从剑王朝取得的业语画像 如假包换 诸位请看 哦 看起来很拽啊 用剑肯定是业语了 造型挺特别的 修为不高的样子 兄台 借我转刻一张如何 我出五百克圣岩石 原来这就是业语 长得像仙人一样 人呢 不错嘛 吸收圣元路后 主人竟然有接近 圣人境巅峰的灵力了 有这么珍贵的药业 那小丫头的身份 果然不简单 正好 提升了实力 进黄泉谷 寻找圣官就更有把握了 整个乌满域中 只有金鸡之地黄泉谷 还残存部分灵气 圣官一定被 谷中的大凶守护着 他们可没那么容易对付 不就是大凶嘛 我最喜欢大凶了 古灵灵灵复苏了 还是感应到了什么 这里是明天黄泉谷的 开启处 古灵为什么 引你到这儿来 南絮 你在提醒我什么吗 是只狐狸 这里的药兽 不是早被 各界修行者抢光了吗 这小家伙 一定是从黄泉谷 跑出来的 走 跟上去 主人 小心是陷阱啊 消失了 叶好帅 又是你这小子 你叫谁呢 你叫谁呢 叫你啊 居然有人会起这么蠢的名字 给你磕墓碑上都是个笑话 我看这名字给你立碑落款倒挺合适的 是吧 是吧主人 和是什么 他是哪跟从哪头算 也配立碑 哪来的小畜生 怎么 白天给你的教训不够 还附带了两个 也想让我帮他们松松巾巾 你 叶好帅 你也是为了换狐而来 换狐 少装算 黄泉谷换狐献胜关初 你要是不知道 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他们是种着圣关来的 福到修行者 还达到了圣人镜巅峰 真是难得啊 可惜 命的求意 你 修流流 他几人全躲开了 这是什么神法 杀了他 你 这是逆牌神员 可恶 该你了 不行不断 虽然不是以武入道 但你好歹也是个圣人 怎么那么废物 不过圣人镜终极 怎么会有如此 强横的禁器 我 我是奉无极世界 我为达成了命令 阮西圣关的 你要是该杀我 他不会放过你了 原来你是无极世界的人 知道怕了吧 你 你要不说是无极世界的 我还舍不得杀你 叶公子 雷洞 小心 叶公子 谢谢叶公子 公子果然是个好人 救了我两次呢 刚才要不是你刻意出现 引那家伙攻击你 我也不会收手 给他逃走的机会 你也是无极世界的人了 不 这都是巧合呀 我只是晚上睡不着 说那随便走走 小丫头 我是看你年纪小 才这么有耐性 但你要是再不说实话 我就只能落手催花了 你不是好人吗 你怎么能 我可没这么说过 嗯 少女的气息 真是诱人 雨昕 呦 这么巧 雨昕姐姐也是睡不着觉 出来随便走走的 混蛋 雨昕 别想死手 月华漫天 怕是圣人静天风 阴阳兽 阴阳兽 两个人都是长得生疏 和夜好帅明明只有圣人中敬 剑其威力竟然不弱于雨昕 那小子去哪儿了 在这儿呢 立刻 放开我家小姐 我说呢 你个小丫头怎么敢来无门玉这种地方 原来是雨昕姐姐 才绑架护航 好了 游戏结束 游戏 你刚才是故意对小姐补击 为了逼我献身 雨昕姐姐 咱们认识了半个月 也算老相好 老相识了 与其跟踪试探 不如咱们坦诚交流一下嘛 黄泉谷的地图 明日黄泉谷开启 我想借此次猎人 突破到圣人中敬 看叶公子独来独往 实力不俗 所以才考虑跟你合作 等我完成突破后 这张地图就是你的了 叶公子意想如何 谷内地势复杂 有地图指引 说不定能更快找到圣官 和两位美人同行也挺有趣 那我们明天在这里会合 哦 如果小丫头还睡不着 可以来找我 毕竟我们现在是盟友了 你 在这苦等了几个月 终于到黄泉谷开启的时候了 不知道 还有没有神缘存在 听说 哪有冲着传说中的圣官来的呢 看 这回连羽之斋的老板也来了 这些人 为了争夺资源 会手段尽处 找个合适的地点 避开他 你干什么 小丫头想什么呢 我是个正经人好不好 我现在不会相信你的鬼话了 你看看你们 没有信任怎么合作呢 他们手里拿的 难道是地图 黄泉谷的入口开启了 我们走 这里就是黄泉谷 放心吧 地图上标记了这里是入口附近最安全的地方 地下陷阱 妖兽都没有 是谁说这里最安全的 黄泉谷的异象之音 便是毒 小姐 快用壁毒珠 那家伙怎么还傻站着 叶公子 走回去 怎么又起 不过我有阳火帮身 缺点毒还 小丫头 不许说话 混蛋 你在对我家小姐做什么 我可什么都没做 倒是你家小姐热情地抱上了 让我挺意外的 你还说 要不是担心你真的死了 我才不会抱你呢 明知危险 却连个护身法宝都不用 你适何居心 用几颗解毒单就能抵御 瞧你们紧张的 没见识 这是 气灵 草木没有枯萎 说明这毒物根本不是 禁忌之地的异象 是人为 你们 已经被盯上了 小心 要有手机 他认真起来 完全就是另一个人了 把人带回来 是 小丫头 配合得不错 你也不是只会躲人背后嘛 对不起 我拿着地图应该更谨慎一些的 唉 禁地中可怕的不是异象 是人心哪 主人 你身上怎么有股奇怪的味道 你也有一点 是吗 我闻闻 你别 不好 这是夜罗产衣粉的气息 它会引来高洁药兽的 死吗 死吗 西锦妖兽 蓝笑一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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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影无踪 月影无踪 月 好强的法宝 小姐 你说你冲了射箭干嘛 是刮伤了她的羽毛 还是刮花了她的护甲 我想这先向着围墙吗 南向一吹对付起来不难 但要先把这丫头放到安全的位置 我 我可以帮忙 丁宽 让她老实待着 叶公子 破坏环境可是大罪 给我倒下 看到了吧 她的实力根本不需要你担心嘛 小心 幽兽化行 好强悍的肉体 已经怕成人形 那她是八级妖兽了呀 好像需要担心一下了 八级妖兽完全能与射人精疊风抗抗 叶公子才带射人忠敬 怎么是她的对手 怎么是她的对手 人化行 就该有神志才对 哎 这位蓝毛兄弟 要不咱们交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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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猎 先该被我杀掉 好吧 交流失败 十万 八千剑 别紧张 都是小躺面 什么家伙的翅膀 这么邪门吧 你又吃马上 神明之火 神明巨型 不会是神明宝前十的灭盘之火 尽数一切之人 雄想闯入 叶公子 主人 这是她的腰单 练花后能增长不少灵力呢 主人 给我吧给我吧 昆儿 这就不懂事了吧 咱们现在 得仰仗别人的地图呢 是吧 柳大小姐 你不用这样说 这腰单本就该属于你 刚才你完全可以抛下我这个雷坠 抢走地图 但是你没有这样做 你真的是个好人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和你做朋友 朋友 小姐 雨昔 没抓到偷袭的人 雨昔姐姐也有失手的时候啊 你 小姐 你没受伤吧 我刚才感受到七级妖兽的气息 只是一些小伤而已 还好有叶公子在 好帅 多谢你 你 你叫他什么 你 不客气 只是 我突然发现我这个名字格外好听啊 雨昔姐姐 能不能再叫一次 最好以后都这样 一切之人 休想闯入 那只高阶妖兽 难道是在保护什么吗 只有我能听见这铃声 换狐线 圣关初 难道 嗯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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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家伙 我救过你 可别恩将仇报啊 你是带我来找圣官的吗 是幻术 小畜生 明天我就烤狐狸肉来吃 你是谁 引我来这里有什么目的 你 你为什么有乌满雨的火种 为什么让他们来这里 你知道火种 你是守护黄泉谷的大兄 无满雨被无极世界收割好 只剩这唯一一处安宁之地 我绝不容许你们肆意破坏 我起剑 封身 把火种还给你们 我只还给你们 我只还给你们 你 你 涅槟之国 你们都该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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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饰了 原来你还拥有神缘 我体内神缘的力量被封锁了 神缘是最好的养料 我要将你献祭给蜂木神术 巫主 是碧芳的错 不该伤害巫主大人 碧芳 你先告诉我圣官在哪里 圣 圣 圣 关 其招蜂木神术 碧芳 碧芳 宿主 我们没时间了 喂 你倒是告诉我神术在哪 啊 雨昕姐姐 咱们好歹也是合作关系 见到我被大兄打得那么惨 也不来帮个忙 别装了 我已经看到了 你用一个铃铛就控制了必方妖兽 叶好帅 原来你真的是乌蛮玉的移民 啊 劝你不要白费力气了 无极世界收割了此界的气蕴核心 蜂木神术 又怎么会留下圣官 无论你想复活什么 都是徒劳 它对我很重要 就算希望渺茫 我也得试一试 希望破灭就是绝望 我见过太多了 死而复生 如果真有这种质宝 乌蛮玉又怎会晕落 无极世界的人 也会感到愧疚吗 既然你已经知道我们的身份 就该清楚我们立场不同 劝你谨言慎行 只要你没有非分之想 你找圣官还是找死 我都不会阻拦你 那非分之想 包括哪些 我得好好分辨一下 你 就是让你有点自知之明 和柳契小姐保持距离 听你这语气 雨夕姐姐 你不会是吃醋了吧 叶公子 你受伤了 嘿嘿 小伤 出去找灵草 没想到遇到几只妖兽 定坤还没练花完吗 是啊 要不是担心定坤 我都要车车找你们了 啊 定坤居然在自主吸收这里的天地灵气 不愧是八级妖兽的腰带 我感觉体内的灵力强大不少 哼 你们看 我的心形象不错吧 七灵原来还会随之进化改变外形 真可爱 看来进化后 能比之前卖的更贵一些 你说什么 主人 你这种态度很容易失去我的 幻虎和必方妖兽都能感受到古灵火种 那我们再用古灵引他们出来 不就能找到升官了吗 他们对异界之人抱有很大的敌意 根本无法沟通 必须先取得他们的信任才行 主人 献上他们的仇敌 不就能取得信任了吗 没想到这里居然有剑子 不能预见飞行 这也太慢了 但这法宝确实不错 还可以释放保护屏障呢 混蛋 立刻坐小点身上滚先去 这次我可不是故意的 痛死了 这洪水通往湿魂城 地上陷阱和静置复杂交错 我们得小心行事 原来这才是你们的目的地 你 是在找里面的神员 蒙龙峰时 在神员榜的排名不如涅槃之火 却与我修行的功法属性相合 可至今 没人探出通往湿魂城内部的道路 所以接下来叶公子就不必跟着我们冒险了 去完成你们自己的事情吧 你还真是坦诚啊 嗯 有点好过头了 相似的人都是互相吸引的嘛 说明你们值得我坦诚相待 好了 我们就在这里分开吧 啊 这是通往湿魂城内部的道路 这图在我手里从来没有过这种变化 您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该分开了吧 祝你们一路顺风啊 我就不送了 看来我们得继续合作了 叶公子 你们刚才不是这样说的 不是要坦诚相待吗 所以我现在坦诚地请你们拿着地图 和我们一起进去 你们还真是坦诚啊 好强大的灵力气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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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忍 喔 什么 奇怪 为什么突然感觉我的能力变弱呢 是异化的修行者 异化 胸里死去的修行者被异化 并不外强大 我们根本不是弓场 你们快躲开 被异化的修行者接近圣王境 他怎么自己上了 上个屁 还不快跑路 丁坤 住手 主人等等我 连我体内神源的力量都被削弱了 这地方真邪门 主人 等等 树里的地象场势好像有变化 地象场势 早化觉 好浓郁的惊喜气息 烟公司快走 你不是他的对手 木叶飞刃 有办法了 无极剑 你修行的木叶功法 在五行围巾的地方攻击 灵力会被克制对吧 闯入这里的人 都得死 果然 这里是以八卦构建的地象场势 只要确认所在卦位的五行 再利用五行相克 就能轻松解决掉敌人 原来是这样 叶公子能这么快辨别方位 地象天赋也远超常人了 别忙着拍马屁 我现在也坦诚地告诉你们 我可以拿着地图 带你们一起进去 但你们要是敢耍花招 或者威胁 小爷就不测 你 主人 被异化的凶行者 和失去神智的大凶很像 怪不得这里僵尸魂城 碧方妖兽所说的 蜂木神术 可能就在里面 找到神术 就能找到圣关了 暗地象场是分布 这里应该有一道 通往城内的生门吧 小丫头 懂得不少吗 早换军 生门被移走了 不再跟宫位 这是打定主意不给咱们开门啊 地象也遵循等天道运转 我们可以等他自己移回来 我可不打算 地象阵 你要破这里的地象场势 这可是黄泉骨 地象 我就是用来打破 救 救命啊 还有活人吗 有 该死的 你离我远点 有人过来了 怎么一花后 他俩都到圣王境了 救命啊 别瞎讲话 再迎来这里的大神妖兽 我们都得死 前面有光 一定有人在那里 昆卫有两个人 引来了火系和金系的异化者 要是引到我们熟土的更够 异化者的灵力会更强的 我去解决他们 等等 异化者太危险了 去救世送死啊 叶公子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丁坤 帮我加速 是 主人 一阶之人 去死了 去 去 去 那个小绿 带鞭子越五十步进灵火宫 小兰 引火球走七十步入坎位 哪位英雄在帮我们 我明白了 谁 就算他们入主有力的宫位 也不是异化者的对手 小丫头 你们负责接应他们 没问题 了解 真的有人 英雄姐妹救命啊 是我啊 兄弟你太厉害了 我背后还有个 奶奶的 你来我这干什么 梅丽公子 你得让火星异化整去砍水工 不然我们帮不了你 什么 大哥 大姐 我对不起你们 大求你们说点 我能听懂的话吧 王卡位 王妮又没跑 蠢货 还能海穿 主人 成功了 快走 总算安全了 我还真以为我今天要交代在这儿呢 刚才真是多亏 别跟我道歉我 我现在想揍你 又不会打架 又不会地相术 你来试魂城抄死啊 我是误闯进来的 当时我和我的护卫 在河边听到一个奇怪的铃铛声 像睡着了一样 等我清醒时 他们就已经被异化了 大侠 你这么厉害 就把我一路烧上 我不图什么宝贝 我现在就想平安出去 是啊 就带上我们吧 不可能 刚才救你们 是怕你们引来异化者连累我们 现在我是看清你们的实力了 带上你们没半点好处 那 那两位姑娘给你什么好处 我也能给得起 哼 那不一样 我们之间是各取所需 心甘情愿 不用好处 果然还是个流氓 还是个流氓 那家伙 当个帮手都费劲 带你 就真成旅游团了 你们还是自求多福吧 等等 我也能当帮手啊 我可是 我是海天世界的海天城少主 无剑仇 你们要是救了我 无论你们来自哪个世界 以后都是我海天城的贵客 海天世界 那可是修仙域中 寿命最长的世界啊 寿命最长 所以那儿的人都不惜命是吧 我是说真的 我有信物 这是古灵的声音 主人 难道是必方妖兽在指引我们 对 我当时听到的就是这个声音 有人闯进来了 必须杀了他们 好 不得心 他们像是 在把我们赶去某个地方 赶去哪儿 他们的饭堂 天官 这个相关可不好笑 没路了 我们是不是跑反了 废话 你敢往有声音的那边跑吗 这地图上怎么没继续显示了 黄泉谷的地图在他手里 我们为什么不试着 打破这道墙呢 小姐不可 在事关城中 任何贸然的举措都可能导致丧命 我恰好懂一些地象知识 胸台不足给我 你 是叶罗传一粉 上次引来蓝笑意却攻击我们的人是你 为了抢黄泉谷地图 原来你就是那天的陆网之鱼 我 小心 是四级妖兽区人们 救救我 你一定是那家伙刚才洒出的叶罗传一粉 让他们都暴动了 我 我跟他可不是一伙的呀 我要是他 也不会选你搭档 你还是慌 你早就知道这里是道阵门 随手一试吧 但还不清楚门后面是什么 总比遇到异化者强 我们还是进去吧 让开 叶主任 小姐 等等 那个红色藤外妖兽明显不简单 我们莽撞冲进去反而救不了人 可能还会搭上自己啊 可恶 去找找还有没有别的路 一定有出口 居然全是古灵 主任 你的涅槃这火怎么被压制了 是必方 这藤外是引我去见他吧 糟了 小丫头怎么跟上来了 主任 你不会要救他吧 别忘了来这里的目的呀 叶公子 花神力 他自然 快走 小丫头 小丫头 我心中 丁宽 定宽 这是神医佛 这两个人好熟悉啊 说不定这是个禁忌质宝的 客哥哥将你从剑须大战中救出来 就是看中你的 曹飞宇 你一定能帮我们完成计划 改写剑墓世界的结果 他还在和谁说话 这又是哪里 是我长城 我长王 只有勇气 才能收 住手 给我住手 定棍 我们被包围了 主人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我还想问你呢 你刚吃溺水了吗 我 这藤万妖兽数量太多了 怪不得毕方要封烟我体内涅槃之火的力量 主人 这是涅血十人万 吃血为烧 是黄泉果的烟雾 用阳火也可以对付它 来得好 阳火 血水 尽量 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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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 你运气真好 这水源藤可是涅血十人万的 修为精华 是练出上品单药和器材的稀有原谅呢 丁宽 你刚才听到古灵的声音 是回忆起什么了吗 什么回忆啊 我是信灵 怎么会有回忆 我只是好像睡着了 不能动而已 那些妖兽一定是受必方控制 有信他们可能也被必方带走了 我们得赶紧找到他们 雨昕 他们怎么会在这里 夜 笨蛋 快离开这里 雨昕 饶火 你果然还是要救他们 必方 你到底想做什么 哼 无极世界 毁灭了我们的家园 我就要他们的人付出代价 你选择背叛我们的物主 同样该死 我没有背叛任何人 放他们离开 哼 那丫头就在起司大殿中 你要救他 就陪他一起永远困在此处 向物主赎罪吧 主人 丁坤 你能施展洋火 留在这里保护他们 我不要 这家伙也就算了 为什么还要救他和那个小丫头 估计世界的人作恶多端 贪得无厌 丧命在此是他们咎由自取 你是觉得为了救我们 追到谷底来的柳沁作恶多端 还是每次御敌 冲在最前面的雨溪 贪得无厌 你每次都把人想得那么好 就算他们不是坏人 丁坤 我知道你一定想起了什么 也很迷茫 但我能确定 我要救的不是我们的敌人 你说过 我们的心灵相通 那就相信我的选择吧 好吗 主人 饶了我吧 无助大人 让我解脱吧 无助大人 无助大人 车是在哪 我的灵力 好像被压制了 我不该打扰无助 我想离开这儿 是沈渊摩摩风时 求无助大人放了我吧 我今天 为无助大人 带来了几品 一戒之人 杀了你 无助就能放我离开了 你和我一样 都该死 付出代价吧 叶公子 这种危急关头 还能盯着我的脸发呆 看来 终于有人 折服于小爷的颜值了 你不开口说话 还是很有气助的 结界 花神 我体内的神源 被封印了 小爷的 现在不是分心的什么 这个异画者 有接听圣王剑的体魄 没有神源 我们更不是他的对手 谁说没有 杨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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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爷的 接住 我现在炼化神源 能突破境界 但也会引来天杰 天杰 小丫头不会注意这里 总算能用点杀手捡了 无意的绝将 可惜这里的天地灵气衰弱 只提升了两个境界 不过拖延时间倒是足够了 不过拖延时间 都要去死 都要去死 他的灵力居然又增强了 乱将毁武 狗狗 你这招很不错 诺尔 介绍为王 我 我要杀了你们 我要杀了你们 原来是最后的回光返赵 只有圣王的体魄 终究只是个傀儡罢 那 让我们来寄托 请进 小鸭的炼化魔罗锋时候 突破到圣人中境了 这个阶段就拥有两股圆根 前途不可限量 叶公子 你竟然结伴了一会儿者 难道 你还有什么月经杀敌的绝技 我一个一穷二白的普通伞修 哪有什么绝技 其实我跟他进行了一番殊死搏斗 才侥幸获胜的 但我也 原来是这样 别急 我帮你说顺气 小心 不好 这个古灵声 是在召唤其他异画者 叶公子放心 我现在也是圣人中境 会尽力保护你的 是你的圣境天节 异画者要来了 雷剑还没结束 得找个地方 杀了一界之人 守护屋主 杀了他们 这古关 竟然能在天节下玩猴损 难道 这就是我要找的圣关 这是天节中的玄音火节 小丫头 没想到这次的天节这么可怕 叶公子 我 不行 你如果把我分担这部分玄音火节 他的力量会更强 你也会受到影响的 怕什么 天节更强 我蹭到的修为灵力还越多呢 你这圣人中境的天节 跟小爷跟小爷的比 威力差远了 你的火焰居然可以抗衡悬阴火节 你果然在隐藏实力 不过我也能理解 你是乌满玉的移民 谨慎心是应该的 此生结束 我一定会回报你的救命之恩 你最好是报答 别又是翻脸不认人 叶公子 不 叶大哥 你愿意和我 一起回无极世界吗 小丫头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知道你有心情 无极世界气运强盛 本应该带领修行各界繁荣 却在近百年挑剂纷争 制造许多无意义的杀戮 破坏万劫平衡 可正因如此 我才想阻止这一切 总有一天 我会成为强者 让修行万劫和平共处 我相信 叶大哥是唯一能帮助我的人 小丫头 口气不小啊 虽然你的想法很天真 但 我很喜欢 叶大哥 你突破到圣人剑巅峰了 公子 菲林儿 你 你还看 小爷的清白都没了 这是哪儿 我们好像 被传送出黄泉谷了 不许装过来 今天这件事 绝对不能有第三个人知道 我也没想宣传出去 毕竟 我也被你看得差不多了 谁看你了 就算看了你是男子 也不吃灰啊 你这叫什么话 男人就不可以冰清玉洁 守身如玉了 原来你的灵像是百合花 凤溪百合 原本寓意着美好安宁 如果我的心愿达成 大家就可以 只是静静地欣赏这一幕了 和平之前 总要付出代价 但总有一天 你的凤溪百合 一定会开满每一座城池 我去 定坤他们还没出来呢 对 我们得进去救他们 雨昕 你们怎么样 我没事小姐 刚才突然出现一道法阵 把我们传送出来了 还好有定坤 我以为我死定了 定坤 坏主人 坏主人坏主人 全把麒麟丢下 自己去英雄救美 金色妄义 再有下次 我就躲炉子里一辈子 再也不理你了 知道了知道了 生气也不要打脸啊 你主人我是靠脸吃饭的 我主大人 您帮助他们逃走 是相信他们所说 会有一个平等安宁的修行界吗 那就等他来验证吧 业余 如果他再让我失望 我会让他留在施魂城 陪伴您 永生永世 原来当时湖底的古灵声 让你想起 自己和无极世界的禁忌 交过手 被他打败 才丧失了修为和记忆 我从定坤卢中苏醒时 虽然记忆丢失 但我知道自己是被奸人所害 所以我才说自己是你的气灵 想让你保护我 找机会恢复自己的灵力 对不起 丧着脸干嘛 你现在可大有来头 说不定等你恢复力量 我就得仰仗你保护我呢 定坤大人 什么定坤大人 难听死了 我一定要在无极世界找到那个禁忌 把他关在我炉子里 炼成炉渣 说不定在无极世界 能打定到静一的下落 不过在这之前 是时候去完成那件事了 鬼剑筹 你还没走啊 我叫无剑筹 我说过 谁救了我 就是海天城的贵客 只要你们在跨界的传送阵 使用这块令牌 就能直接来到我海天城 啊 跨界使用的御门令 这可是天尊才能打造的圣物啊 我们海天世界 可比无极世界好多了 对乌曼玉的移民 还有专门的福利呢 啊 什么福利 叶修 你不是还要去一次黄泉谷吗 我就告辞了 一路平安 这份心理不错 有缘再见了 小姐 当年连天尊他们都未曾找到圣官 你为什么不阻止他 你不是说 叶大哥想复活的那个人 对他很重要吗 不让他去尝试 他一辈子都放不下的 黄泉谷内的灵气 好像比上次更多了 但我们这一路 竟然没遇到任何妖兽 碧芳 我知道你在这里 出来谈谈吧 过去世纪的走狗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 上次让你们侥幸逃脱 这次你既然自己送上门来 就留在石环城 陪伴屋主大人吧 主人 他的修为似乎跌了不少 现在就比圣人竟巅峰高上一些 碧芳 你一直在以自己的修为 维持黄泉谷的灵气吧 因为你相信乌满玉 一定有机会复苏 现在 禁忌火种就在这儿 告诉我圣官在哪里 圣官 我可没听说过这种东西 你 主人 什么 臭狐狸 放开我 既然不用窃寻医术 你不会以为我跌尽了 你需要你战胜我吧 两个小屁孩 哪颜不参望 想结束修行界的混战 你们有什么资格 同阶公平一战 让你见识一下 我有什么资格 把这场混战 结束给你看 赢 断魂掌 乱剑回王 你神之眼 别放 说了公平一战 你居然又奉赢我主人的神员 你要不要脸 在我的地盘 何必跟你们讲公平 主人 是他的飞升 你想要是死官 你居然有我的尸体吧 什么 不极尖 你 敌方 结束了 能将自己的神通 修领到圣经的威力 这样的天赋 确实世界罕有 不愧是斩杀了明帝的底尊 业余 当初要不是前任地尊 留下底蕴助我一战 我今天也不可能站在你面前 现在 能信任我了吗 唉 是该结束了 敌方 无极世界的禁忌 哪怕收割此地 也得不到圣关 因为圣关 本就是乌满世界 众多新鲜 耗尽自身 修为大草而成 我即是圣关 我不愿叫出去 没人能逼迫我 乌满世界的大能者 将修为集中在你一个人身上 就是为了让你守护残留的 清云核心 风墓神术 所以 我只有在施环城内 或听到鼓铃声 才能保持清醒 千万 千万 一余 这秘书 就由你传承下去吧 至于你说的那个 修行进和平的未来 我不相信 但我希望 五主大人能重生在那一天 圣关凝聚南絮的神魂后 还要等数年重塑肉身 他才算真正复活 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再见他一面 好强的灵力 这是圣关在凝聚古灵中的神魂 是金击火种的力量 风墓神术也复苏了 南絮 南絮 你回家了 南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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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口水好臭 你喉就叫臭臭吧 你怎么取名水平比我還低啊 见名好养活嘛 那教她小白怎么样 随你 Western絮 那家伙从黄泉谷回来后就没精打采的 看来还是没找到圣关 不过那只狐妖 传说中守护圣关的幻虎可敌圣王 那只妖兽修为很低 还很亲人 肯定不是幻虎 叶大哥修为天赋极高 却不能跨越生死与爱人相聚 一定很痛苦 小姐 你怎么知道他要复活的是他的爱人 女人的直觉 主人 把这没单要吃了 你现在也太虚弱了 他们会起疑心的 我耗费神魂 构建了一晚上的地象去隐藏圣关 换谁不许 这枫木神树落叶上的道院 我用造化绝都无法分解 到底有什么用 这上面单有禁忌的气息 肯定是宝贝 收好就对了 前面那艘船 看起来像是天机联盟打造的高级法宝 那俩妞身材也不错 后面就坐着一个小白脸 看着没什么战斗力 不如趁现在杀人夺跑 让他们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这儿 也不会被人发现 祖然 他们怎么管弯啊 我给他们换了条旅游路线 看出来了 这家伙确实心情不太好 你们搬东西的时候小心点 这可是送去云空楼的宝贝 老板 咱们兄弟办事 你放心 蠢鸟 往哪儿飞呢 下面的道友 不好意思啦 这里是无尽世界 通往外界的御门之一 两天后 云空楼要举行一场拍卖会 所以来往的修饰 比往常要多 你需要拍卖会上的稀有材料 炼制本命法宝 我们就在这休息两天 那我也去凑个热闹 到时候找找有没有适合我炼气的材料 放心吧 主人 气灵天生伴随炼制能力 我绝对能给你挑出 你们有钱吗 要不 把小白点当了换点钱 已经跟你开玩笑呢 这里有一百棵圣元石 不够的话再像我一样 不行 我一个大老爷们 找你一个小姑娘拿钱 还要不要脸 我会想办法的 叶大哥 先 这个 回头还你 这些都抬进库房吧 辛苦各位了 进 沈老板 此次拍卖品都已经整理完毕了 另外还有一位炼丹大师求见 这年头 不请自来到我房间的 这样的美人 好好讲道理谈生意的 此次拍卖的丹药已经足够 你如果硬要做这趟生意 我也直说了 我们云坤楼背后的靠山 你一句无忌 圣老板误会 我呀 是来做你私人生意的 听说多年前 圣老板外出游历时 这只眼睛 被妖兽留下 无法磨灭的伤痕 难道 不想恢复如初吗 看来阁下打听了不少消息 这伤需要千年份的 圣品红鹿丹 才能恢复 不仅要求炼丹师记忆高超 甚至材料 丹炉都必须是千年以上 你一个二十几岁的矛头小子 还想 这是万年份的圣品红鹿丹 看来你的眼力还不算太差 大师 大师 我真的很需要这枚红鹿丹 您看上我云坤楼什么宝物 我都能拿来交换 圣老板 我还是欣赏你刚才 桀骜不驯的样子 大师 刚才 狮子言有眼不识泰山 冒犯了您 请您 请您宽恕我 别急 炼化这种万年份丹药 还需要炼丹师在一旁护法呢 咱们这笔生意 可以慢慢谈 欢迎各位光临云坤楼 整个风铃城最大的拍卖场 各类公款盘卷 零丁法宝 一用俱全 好 叶公子 这可是老板亲自吩咐 给您安排的最贵的一件相宝 老板说 今晚他会在房间等 完成最后的交易 知道了 你下去吧 第一件拍品 五行如今 内运五行元素叶 起拍价三百颗圣元石 您上来就是这么贵重的宝贝 我住四百颗圣元石 我住五百 六百颗 一千颗圣元石 一千颗 三百颗才刚开始呢 这也太夸张了吧 没有人能出到更高的价格 那么第一件拍品 就会是我们天字一号房的客人呢 叶大哥 你有那么多钱吗 你不会是和那位圣老板 做了什么 奇怪的交易吗 叶好帅 求人可不能求智 怎么你们俩姑娘的思想 比我还行 放心吧 小爷我做的可是正经交易 第二件拍品 一代地心海产出的陈宁沙 一千颗 第九件拍品 来自央王的 一千颗 第十件拍品 再出一千颗 这小子 真怕我这进货来了 接下来 是本字的压轴拍品 出自八级妖兽 试验神衣的怪博双翼 起拍价 一千颗圣元石 两千颗圣元石 两千颗圣元石 两千一百颗圣元石 还有能出价的 这又是哪来的富家子弟 是上次在乌满玉 跑掉的那个家伙 两千五 两千六 三千 三千一 那家伙是在故意和叶好帅作对 五千 十万颗圣元石 十不行就二十万三十万 小爷我有的事情 这也太富有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忽然觉得他好帅啊 诸上 那就恭喜这位财力雄厚的公子 获得本次拍卖会的所有拍品 叶大哥 其实今天很多拍品不值那么多钱的 如果你缺练习材料 我可以 有钱难买也高兴 这点小钱不足挂齿 是吗 那你什么时候把欠我家小姐 那一百颗圣元石还了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我刚好把所有圣元石都花光了 还好你体质淬炼得不错 否则也难以承受 这面万年份的丹药药下 大师 您辛苦了 嗯 圣老板果然真材实料 您不虚传啊 大师 您今天可是满载而归 现在我们钱获两清 别的 就是另外的加强 圣老板好像误会了 这个就留给我当个纪念吧 有缘再见 这小子 真让人看不透 主上 我已探查过了 叶好帅身旁那只狐妖 并无特殊之处 只是只低级妖兽 你不戴眼罩的样子 果然也好看许多 主上 按原计划进行 藏好自己的身份 看来 圣关中归只是个传说 练个本命法宝还真麻烦 准备了一堆材料 还得去找练气师 要是我力量完全复苏 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主人 小丫头说 那个风铃城第一练气师 收费可高了 你还有多余的圣元石吗 说不定这东西 可比圣元石好用 逆盘之王 这领域竟然能抵挡 你的深渊之力 还好小白不受领域和阵法控制 也好帅 没想到你见尽过人 却这么轻易被领域所困 我就说你在拍卖会上 怎么会善罢甘休 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的 本想留你一条狗命 可信不堪言 非要抢主上的东西 让这几个圣人出境的小喽喽来送死 也不知道是谁不堪言 好生狂妄 这可是我们集三人之力 以杀戮神源融合而成的杀戮领域 一旦进入 圣王境一下 绝无可能逃脱 叶豪帅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杀戮之力 致 致言 这不可能 我 我的神源之力被封印了 不如让我来教教你们 神源是真正的理念 别说一对不够赤 就是小爷我要你的人头 你家主子敢吭一声吗 拾去了 就把他名头抱住 说不定 我还能饶你 你杀了我 主上一定不会饶了你的 就赶着 真啰嗦 万邪宁死都不敢透露一个字 他背后定然有个大人物 难道 主人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如果真是这样 来的恐怕就是本尊了 幕后主使不敢露面 证明他还有所顾忌 那就看看 谁的狐狸尾巴先露出来好了 小白 不是在说你 不枉我花了一年时间 构建里面的三重地下 再把攻击范围扩大 这个决天阵盘就完美了 刚好来了个试验品 请问 居然连圣人记的修士 也察觉不了我的地上陷阱 我真是个天才 主人 这人怎么比你还自恋 什么叫自恋 我这叫自信 感谢这位客人的配合 接下来 你 你这只小狐妖 怎么能直接逃脱我的阵法 小白不受任何阵法控制 你当然困不住他了 明明已经构建出三重地下阵 却在用最基础的混沌所来做陷阱 划而不实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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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转客了 一年的阵法被破了 你 你是来砸场子的吧 别紧张 莫老板 我是来和你谈生意的 这五星融金成型约五百年了 要提取出五星元素叶 必须灵火淬炼一个月才行 好 我帮你这个忙 作为报酬 你得告诉我如何构建地上陷阱 这可是我们地上一道的行业机密 怎么能轻易告诉外人 这个足够当报酬了 八级妖兽 溺血诗慢得修为精华 这是藤妖中的顶级资源 你这宝物确实珍贵 但我并不是找不到别的材料代替 阁下还是另请 这手帕香味 是圣紫园姑娘的 原来外面的传言是真的 风铃城第一练气师 新月云坤楼的老板 连人家用什么纸粉味都清楚 那又如何 我们男未婚女未嫁的 所以这不是来给你送一段佳缘了吗 你看这秀帕上的字 紫园姑娘秀了我的姓氏 难道说她也对我 多谢 那阁下半个月后来取五星元素叶吧 构建地象的每一条道痕组合 都有其巧妙的规律 既然你能构建出复杂的三重地象镇 就有这个天赋 自己去探索吧 等等 这位前辈 在下可否知道你的名字 我姓叶 主人 怎么不叫自己叶好帅了 下次得取个有点内涵的化名 真影响我发挥 不过丁坤 为什么你一定要五星元素叶 来炼制我的本命法宝 不直接用五星熔精呢 主人你应该知道 本命法宝会伴随自身修为一起成长 越来越强大 主人现在是圣人境巅峰 下一步便是圣元境 将炼化入体的元根 转化凝结出本元道应 渡过圣元境后才是圣王境 但本命法宝只能成长外来的一道本元之力 因此在修行后期 本命法宝仍然有局限 外来的本元之力 但如果法宝内运本元之力 就可以超出一道 没错 所以我要融入五星元素叶 让主人你直接从本命法宝中 获取五条本元之力 这将是世间最强的法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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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丫头 我听说你们 抱歉 你要真觉得抱歉 就给我把头撞回去 你把死活 是圣人出境的修士 他体内的圣元丹却没了 看来只是个派来试探 我们的傀儡而已 是在拍卖会上被人盯上的吗 不知道 不过接下来我们可得小心了 易豪帅 在无极世界 不学会谨慎是活不长的 看来雨昕姐姐很有经验啊 怪不得 你临时和小丫头换了房间 这是身为护卫的职责所在 另外 谁允许你私自闯入房间的 你想偷看小姐 图谋不轨 我怎么知道一推门就进来了 都是意外 我什么都没看到啊 还看